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夏更是放下豪言壮语 我才90岁 还能再活30年 看来他的心态非常好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听到文夏这个名字 估计只会满头问号 实在是不太熟悉 但对于老一辈人来说 他的地位很高 尤其在台湾 文夏被称为台湾中年以上两代人 对台语歌时代的集体记忆 还被誉为宝岛歌王 文夏的出身富裕 曾经侨居日本 最才能自由自在地创作 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他的一生共录之约 一千两百首台语歌曲 包括星星之我心 台北之夜 初恋的少女 妈妈请你也保重等歌曲 还曾得过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贡献奖 虽然文夏在台湾享誉盛名 但他还是在去年 受到了非人的遭遇 想想都让人觉得后怕 2019年10月 文夏被爆出 惨遭护工下毒 虽然已经90多岁高龄 但文夏的身体一直很硬了 去年中秋 因为感冒到了医院 家里人便给他雇佣了一位 30多岁的护工 方便照顾 本来文夏得的只是小感冒 但万万没想到 文夏竟然昏迷了整整五天 文夏的家属便猜测 文夏是不是身体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便给文夏做了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竟然显示 文夏的尿液里 还有一次毒品的成分 而医生也坚称 自己开的药里面 绝不会含有这种成分 文夏的家属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便立即查看了监控 原来他们雇佣的男护工 为了自己能够偷懒休息 居然在文夏输液的掉瓶里 加了毒品 这样一来 文夏就可以多多睡觉 在文夏睡觉时 自己也就不用费心照顾他了 本来这位男护工的算盘 打得很精 但文夏平常的身体再硬朗 他已经90多岁高龄了 对毒品的反应自然就强烈了许多 所以才会出现昏迷五天的情况 文夏的妻子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 非常伤心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一度说不下去 泪洒现场 但幸好如今文夏经过三个多月的休养 已经再逐步恢复了 虽然他的身形看起来 还是有些消瘦 但希望老爷子能够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再活30年 近段时间 老内疫情逐渐加剧 不少艺人和各界名人 都纷纷寻求办法接种疫苗 但当地并没有足够的疫苗可用 就连日本捐赠的AZ疫苗 也是十分稀缺 以至于要先给老人打 现年93岁的歌王文夏符合接种顺序 所以将会为其接种AZ疫苗 据悉文夏接种的时间 原本定于18号 但因为所在医院表示 要领完疫苗才能安排施打 所以暂时没有接种 早前确定的时候 文夏小25岁的妻子文湘 现身并签署同一书 坦言 会担心有副作用 但还是要打 打得比较安全 现年93岁的文夏 是岛内老一辈知名的歌手 小年曾在日本学习音乐三年 唱功十分了得 曾演唱了 妈妈情也保重 混婚的故乡等名曲 并在12年的时候 获得金曲奖 除此之外 文夏还拍过电影 成就同样不俗 除了事业成就高之外 文夏的个人感情 也是非常出彩 与小25岁的妻子文湘 结婚多年 感情如交似期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加 文夏的身体 也是慢慢出现了问题 19年的时候 文夏因为感冒肺炎入院 连续昏迷五天都没有醒 后来证实 被男看护未读 但因为证据不足 并没有审理 住院期间 文夏的体重 一度降到25公斤 由于吃不进去东西 所以文夏一直靠 营养针维持生命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在妻子文湘的决定下 文夏开始插管 这才使得体重 慢慢恢复到 现在的42公斤 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医院开始限制 探望的人数 家属只能 每两天探望一次 最夫妻两人 已经五个月没有见面 虽然现在的文夏 精神状态不错 但对于妻子文湘来说 压力也是比较大 住在医院 每月需要4万元 虽然有积蓄 但一年下来 也有百多万 属实有点困难 还没揭露 文夏在住院期间 一次遭到看护师的 恶意投毒 据悉 整体事件的发生 其实也是十分魔幻 其实文夏此次 之遂因感冒住院 也皆是因为8月份 就发现会有轻微肺炎 而其家人为了保障安全 由此才决定 为他安排住院 并且 文夏的妻子 在其住院第一天 就找来了一位 年约30岁的 陈姓男性看护 照顾文夏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仅仅刚刚住院 才过一天 当文夏妻子 前去探望文夏的时候 就意外发现 文夏在病床上昏迷 怎么叫都叫不醒 而那位男性看护 则熟睡在陪护床上 似乎对于文夏的昏迷 完全不着急 也不在意 因为男性看护的不负责 文夏妻子也是 马上解雇了对方 并决定亲自照顾丈夫 但谁知 文夏却依反常态 持续昏迷完全不见清醒 而担忧丈夫的文夏妻子 也是心有担忧 随后 文夏妻子马上要求院方 经检查 当检查结果出来后 众人才震惊地发现 文夏尿液中 居然含有 不是医生处方 一次大麻成分的管制药品 据文夏妻子透露 当时她见这位男性看护师年轻 并且十分面善 竟然她也有 每天2200元台币专业要求 因此才决定安排 其照顾文夏 但没想到 这位看护师 为了让文夏尽快入睡 居然丧心病狂 到私自投毒 对此 文夏妻子也十分懊恼自责 但事已至此 文夏妻子也只好报警处理 并协助警方 尽快将对方 缉拿归案 而近日 台妹在探访文夏的时候 也是报道出了 不幸庄的万幸消息 目前 文夏在昏迷五六天的时候 终于苏醒了过来 但由于身体缘故 躺在病床上的文夏 不但白发稀疏 双眼茫然 甚至还伴随着一些 失忆现象 整体看上去相当萎靡 可在住院之前 身体硬朗的文夏 还曾在今年五月举办的 九十三岁生日宴会上 与妻子一同合唱经典名曲 包括在七月份 文夏还和妻子 一起献身公益晚会献唱 没想到 仅仅过去数月 文夏的身体 就呈现出了天差地别的差异 由此可见 男性看护师的投毒事件 对文夏的身体 起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反应 目前 疑似对文夏投毒的 无量看护师 还处于被通缉的时刻 但台媒在调查后发现 原来早在四年前 就一个同名同姓 且年龄一致的男子 曾因涉嫌家暴父母 遭了台湾基隆地检署起诉 不过 之后由于其父母 倾堂儿子撤诉 此事才不了了之 而如今 随着文夏被投毒事件爆发 也不免让外界猜想 这两起事件 会不会就是同一人所为 当然 不管事态发展到后面 会如何解决 但对于这种 无良的丧心病狂的看护师 相信警方和检察院 一定会给外界 一个满意的审判 毕竟 这种人 如果不被制裁 将来一定会有 千千万万个文夏 遭到恶意投毒 甚至是迫害 后来记者 还去探望了文夏 之前一直精神绝术的文夏 躺在床上显得非常虚弱 他也表示自己很疲劳 文夏已经这么大的年纪 却被这些歹心之人毒害 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心疼 作为歌坛的大哥大 文夏享受的医疗资源 应该是比较优质 但仍没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通过这次的事件 医院的看护质量 也再次引起大众的重视 毕竟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对社会和大众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希望文夏能够早日走出 此次事件的阴影 尽早恢复身体 继续享受自己热爱的音乐舞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